为了让部落文化及产业借由新媒体的专业知识 在网络社群时代利用多元的附加价值 市场趋势专业定位到个人直播练习 提升直播技巧精进 无饶部落发展协会开办全方位的数位行销课程 一连两天在慈恩国际艺术村来举行 民有有限也吸引了部落青年参加课程 五军时代来临运用最新的网络数位行销技巧 结合花莲在地文化以及特色产业与产品 为地方创生事业经营是现金必然推广的趋势 口罩你要了解它的特色背景 并且你要去使用它 确定以后你感受它的特色以后 跟大家讲它在哪里特色 特色想好以后变成我自己的话 我要跟人家讲的时候 我在直播以后介绍我台人告诉他 你看这个特别在哪里 这个有三成 这一次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在我们原民的部分 去把这个自媒体的资源带到我们部落里面来 因为部落人才积极 但是有一个最缺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推广我们自己原住民的这些元素 跟我们在地的这些人文的这些资产 那这一次呢 我们协会也非常感谢就是地方的这个县政府 还有我们中央的这个廖国栋委员 还有我们地方的议员周俊委员定例的支持 有序延伸在地事业的基础进行数位行销教育课程规划 使花莲在地业者或返乡青年个人团队或是企业 提升相关软体 让花莲的地方创生事业更加有效益 此人国际艺术村负责人吴又姬也乐意协助部落 以自媒体方式推广部落文化与产业 让艺术走进社区将国际连接在地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可以跟各个不同的部落 来结合他们在地的文化 以及国际的艺术家 用不同的观点跟艺术的思维呢 来体现这个在线部落的文化 也是做到一个多元文化的创新 在守护传统的同时 下一代的这个年轻创作者 也可以叠加一些不同的国际观点 课程透过实作教学方式带领有志发展推广的族人技术提升 除了创造援助民族文化能见度 也借由推广提升商品文化与经济价值 进行人才的培育 记者林杰吉安湘采访报道 现实据 移民族文化与经济 移民族文化与经济